- 下午兩禮拜 歡迎收看股市大人 我是范英華 今天加群的幾數 真的跌得比較重一點點 最後面再度的往下殺 還好在尾盤 有稍稍的往上抬頭了一點點 最後收下來8346點 是下跌了67點 不過今天在量能部分 也是比昨天來得多一點 來到了796億了 好 就是今天在大盤 整體的一個表現 但剛剛我們收到的最近消息 就是在外資期貨的部分 是空單增加的 今天增加的還滿多的 4767口了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 外資現在是不是真的 這態度又開始 比較偏空的一個走勢了呢 好 今天節目現場 趕快邀請到也是 華信投顧的資深分析師 鄭瑞宗 瑞宗哥你好 友好 跟朋友大家好 瑞宗哥 今天這大盤 是不是真的是近期來說 跌的比較重一點點 因為今天是回測到月線的關卡 你覺得說最近來說啦 剛剛看到外資又加空了 下個禮拜是不是 可能震盪的幅度會稍微劇烈一點 我想我昨天有提到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說現在10月下旬 那接近11月會有兩個東西要公佈 一個是11月10號要公佈10月份的營收 那第二個就是11月15號之前要公佈第三季的財報的數字 所以很多比如說漲多的股票 比如說像金融股太陽能股或者一些原物料股其實漲到這個位置 那不管是不是醜媳婦啦 總是要見公婆嘛 那當股價走在前面 那基本面有沒有跟上來 那總是要在這一段時間要見真章 所以市場在這邊觀望氣氛一定會越來越濃 在在11月初11月中旬前這一段時間 我想這整個量很難放得出來 所以你說8400點這邊公不公的過去 暫時應該沒有太大機會 因為量就是在700多億 那多可能800多一點 那少可能600這個700億少一點 那就在這樣的一個低量的情況之下 其實指數不會有一個太大的一個表現的機會 而且再來11月 再來要接12月的外資快要去放假了 所以可能外資不斷買超的熱錢效應 恐怕在10月中旬這段時間 會差不多告一個尾聲 之後外資要再買 就算買可能不會那麼連續金額也不會那麼多 而且當外資買了那麼多上千億的股票 為什麼開始再布一個旗子的多單 因為他可能後面準備要去放假 那股票買那麼多 一時之間又沒有要賣 那怎麼辦 就在旗子布一些空單 做一個反向的一個避險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那最近指數漲不動 那外資在旗子做一個空單的避險 我想這也是正常的現象 所以也代表就是說指數短期之內高點應該不多 所以你要做的是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剛好是那種漲多的族群 那要稍微小心一點 可能適度的逢高做調節 那不要再去隨便追那種漲很多創新高的族群 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就是說你要去買的是什麼 比如說剛打底完的 或者是股價被低估的 那這兩個方向來做你選果方向 對你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好不過講到外資的態度 可能真的是有避險心態加重了一點 但今天來看到在現貨市場 我們會發現說 哇這外資走在我們的後面 因為針對太極這一檔個股的話 會發現其實外資是賣超開始賣了 但是我們其實已經開始獲利了結了 今天來看到太極的走勢真的是還蠻詭訣的 因為在盤中一度攻上了漲停板 但是又突然間往下掉 而且是急跌到翻黑 最後面又收回紅盤之上 在太極的部分今天發生什麼事情了 籌碼開始鬆動了嗎 好的那麼太極我想請導播進入盤中的走勢圖 對那盤中一度漲停板 那中廠之前一度翻黑來到21塊7 那最後是收在平盤之上 是收漲了0.055分 那今天震盪為什麼那麼多 其實並不奇怪 因為這個波段 他從起漲點大概15塊錢 15塊錢大概是我們10月初 我們進場的買點 也是在這個時間點跟大家講 太極的你要非常的關注 一路漲到我們賣的位置 大概是在21.4元附近 那今天已經最高來到22元左右 那麼累積的漲幅 已經大概來到5成的一個漲幅 那你說漲那麼多 難道不會有賣壓嗎 我想這是相當的合情合理 那今天太極中廠成交量 導播可以再回剛剛那個盤中走勢圖 高達47000多張的成交量 那你知道他股本多少嗎 他股本只有20億 20億那一天成交47000多張 就是20萬張的股本 一天成交了47000多張 也就是說他今天的這個籌碼的一個周轉率 就高達了23.5個23.6個百分點 所以一天有23%的一個籌碼在今天做了一個周轉 所以短線他確實已經出現了一個蠻明確的一個過熱的訊號 而且今天又留下來了一個長長的所謂的避雷針或者上限 而且K線是熟黑 量又爆下了歷史的一個新的一個天亮 短線上這邊追高絕對有他的風險 那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這一波很多強勢股像太陽能主群非常明顯 就是說股價一路走上來創新高的這個不在少數 那股價走在前面 那再來就是要檢視他基本面有沒有跟上來 那基本面什麼時候會受到檢視就在11月15號是最後公佈的日期 那如果說股價走到這個位置 最後公佈的基本面是在這個位置 那當然股價就有一個反向修盛的壓力嘛 那如果說股價走到這個位置 那基本面剛好有走到他旁邊 那他可能就是很難整理 等待下一季的表現 那如果股價走到這邊基本面 一公佈出來 哇他超過基本面的話 那股價當然就有機會再漲一波 那普遍來說太陽能族群我認為股價應該 都超過第三季基本面的表現 所以短線都會有壓力 尤其是我在昨天也提醒大家 就是說太極的部分 第三季的一個營收 他第三季的營收其實你可以這個網路查一查 就是說他第三季的營收 比第二季是衰退15個百分點 因為第三季產能其實沒有滿載 所以第二季賺了0.73元 那第三季的營收比第二季衰退了15% 可想而知營業率往下滑 產能利用力往下滑的過程 營業率一定往下滑 EPS絕對比第二季來的更低 所以當股價漲了5成 你要面臨短期的財報上的衰退的利空 營業率下滑 毛利率下滑 EPS下滑 那股價漲了5成 那當然他一定會股價會遭逢一個 短線修正的壓力 這個是絕對跑不掉的 除非就是說 這個背後的一個籌碼 真的是太穩定了 那目前看起來 今天籌碼已經有亂掉幾下 所以說看起來應該不太可能 所以在面臨短線的利空的情況之下 在這邊絕對不能追 所以我說 我們做波段的操作 其實很難去賣在最高點 那我們事實上 我們在前幾天是賣在21塊4左右 那我們取得了一個42%利潤 那當然沒有賣在今天的 超過22塊錢一個價位 但是你要去在相對高點 做一個獲利的了結 而不是賣在一個絕對的高點 因為能賣絕對高點 100個1000個可能不到一個 所以說你要知道就是說 當他進入一個過熱的 一個相對高檔區的時候 你要懂得要賣 那不要說你21塊4沒有賣 那可能你覺得說 今天早上就很可惜 但其實今天如果沒有賣 Maybe明天搞不好開低 你根本來不及賣 所以說在這種就是說 量越滾越大的這個比較 像末段噴出的這段這個時間點 你操作上就要非常的小心 但是我說拉回的過程 你可以靜待他量縮再次的進場點 因為短線過熱 而且即將要面對第三季財報的利空壓力 在這邊短線絕對有壓回的風險 但是我說量縮還要再買 那麼最好可以量縮搭配 拉回可以再買 為什麼 因為他第四季產能利用率確定滿載 那當第四季滿載對比第二季的沒有滿載 那第二季賺0.73 營益率是10.5個百分點 那第四季產能滿載 那理論上毛利率 營益率會比第二季來得更高 EPS因為營收會創新高嘛 所以EPS會比第二季來得更好 所以第三季是財報的利空 但第四季會再往上跳 所以也就造就為什麼他股價最近這麼強 就是因為其實第四季的表現真的非常的好 那所以說短線面臨財報利空 壓回的過程量縮可以再度進場 因為第四季會比第二季來得更優 所以這部分就是說短線不要追 因為把四成的利潤賺起來 後面就算有高點你都不要管他 留一點給別人賺絕對不會錯 真的再有壓回 maybe是21 maybe是20 或者是19塊18塊 我不知道會回答到哪裡 但是只要看見非常明確的亮縮訊號 我說最好是可以縮回不到一萬張 今天47000多張 幾乎是台股這個成交量排行 綁的大概前五名左右 那這個量真的已經過熱 如果可以縮回到不到一萬張幾千張 那配合他價格 這個回檔的一個修正的話 那他會出現下一次的買點 而那個時候才會是太陽能 整個族群再度進場的時間點 我認為現在整個太陽族群 都要面臨短線修正的壓力 不要再去追任何太陽能 那一樣是太極也是一樣 拉回量縮再找下次的買點 那到時候真的買點出現 再有時候會再跟他在這邊告訴大家 好所以在太陽能的部分 我們特別鎖定在太極身上 也可以慢慢來觀察 等他拉回呢 這個量也是同步縮的時候 可能是下一個比較好的買點 現在要耐心等待了 不過呢太極之前之所以會長那麼多 就是因為他價值被低估 我們一直在說價值被低估 或是現在這股價在相對低檔的 後世可期的一些個股 是非常值得來進行觀察跟佈局的 可是瑞宗哥我要問了 今天來看到在宏達店的股價 大家投資的應該心中都滿痛的對不對 看到宏達店股價這樣直直落的話 也不是辦法 但是最近幾天宏達店有起色了耶 而且呢今天還再度往上漲 漲了三個百分點之多 宏達店呢他也是在底部啊 也是底部翻揚啊 這檔個股的話我們要怎麼來解讀他 好的那麼宏達店近期的利多 第一個是來自於執行長 其實實際上已經換成王雪紅董事長 那第二個利多是傳言中移動 可能要入股宏達店 當然本身這兩兆都已經這個 有否認的一個訊號出現 當然就算是真的也不會承認啦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們很難以判斷 但是為什麼股價可以大漲 其實就是說因為其實他在股價 已經是在過去這兩年的 絕對的最低檔 那你看到就是說 這兩天翻揚上來的過程 他也突破了一個季線的一個反壓 那均線在低檔就是糾結 開始往上做一個翻揚 那也打底那麼剛剛翻上來 那在絕對低點也爆出了一個 低檔的一個攻擊量 所以這就符合我們兩個選股條件 其中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要價值被低估 第二個要在低檔翻揚 剛剛整理完畢翻揚上來的 他符合第二個條件 但是他並不符合第一個 價值被市場低估 因為我有提到就是說 目前他在高階的部分 打不贏Apple 打不贏三星 其實人家已經沒有把他當成對手 那中低價位的手機 其實在中國大陸 他完全取不到他任何一個 立足點跟立基點 因為像中國的聯想啊 小米基亞華為庫派等等 他們這個手機一推出 其實那個一賣就是五百萬支 一千萬支 但是目前宏達電 我們看不到他的一個產品策略 針對這一塊有非常成功的一個 一個產品出現 那這次甚至他選擇在中國發表 叫OneMax 那他不但不是中低階的 他折合新台幣高達兩萬六千元的售價 要在大陸賣 其實我認為真的相當的困難 有點難推動 對你說人家都是買五千塊 不到一萬塊的一個手機 那而且規格不會不見得比你差 你要賣兩萬六 而且據我所了解一些 業界的朋友傳來的消息就是說 宏達電其實一些高階的工程師 流失的狀況其實蠻嚴重的 那目前 人才外流 對 人才外流 那留下來的都是一些 比較菜鳥的一個工程師 所以說這個最中長線的發展 就像當初的明基一樣 當他整個身世下來之後 那整個人才通通都流失 所以當然他最關鍵的人才流失之後 你說未來他在產品的研發 會不會出現問題 我認為其實這個是值得大家去擔憂 那所以我說他是得了外商 又得了內商 外商是市占率被瓜分 那內商就是當他的股價 大幅度滑弱的過程 對手不要說什麼三星 Apple他不會來搶你的一個人才 重點是中國商務那邊的手機的同業 跟你同文同種 他用同樣是同樣的金額 但是新台幣換成人民幣 把你的工程師挖走 那個吸引力持續效果相當強 所以他外商是市占率受到傷害 內商是當他股價大幅度滑弱過程 人才不斷流失 所以未來他會相當的一個辛苦 所以短線當然就是說股價剛打完底部 那麼量價都翻揚上來 軍線也往上做一個翻揚 你不要去陰其風 千萬不要說看壞基本面就去放空它 沒有人知道空頭的反彈 有時候也是非常的兇猛 對那但是就長線基本面 我認為他還有相當大的疑慮 所以說你可以做短線短多的操作 中長線如果說你是長期套牢的 可能逢高 你可以適度做一個解碼 來做一個換股的操作 好所以在宏達店的部分 這個不排除可以搶短 但是真的手腳要非常的快 而且要盯著盤式來看 才不會最後面真的是搞到自己也受傷了 但另外來看到 我們也是一直在追蹤的 這個F昂寶的部分 今天其實表現還算OK 是在這個相較大盤來說 強勢蠻多的 因為是上漲了0.5%左右 維持在紅盤之上 不過接下來這昂寶 好像也是在高檔進行一個 主體的一個過程了 就是比較高的一個底部了 接下來怎麼來看呢 他真的有機會再度往上噴觸嗎 好的 那麼昂寶他符合第一個選股條件 就是價值被低估 他比較像太極 那股價衝上來 其實已經沒有在絕對的低檔區 但是因為他的股價仍然相較同業 他是被低估的 所以他在高檔量縮整理完之後 他自然會有一個股價重新平價的 一個上漲的機會 那今天盤中最高是174元 我說只要漲停板是181.5 只要在這個位置 其實哪一天拉上漲停板 隨時都可以再突破前波高點180元 再創波段新高 隨時都在一個創新高的挑戰的位置 攻擊區 那我說近代財報的公布 那麼有機會去比價4966的普瑞 那今天4966普瑞 這個收盤價大概也是收在 大概220元附近 223的一個收盤價小跌3塊錢 那為什麼一直跟普瑞來做個比較 因為他跟普瑞一樣都是IC設計公司 都是F股 那股本都不大都只有幾億而已 那但是就第三季的獲利來說的話 昂寶大概是4塊半 普瑞大概是3塊錢 但是一個股價170 一個股價220幾塊 那差了50幾塊 這個就是未來的一個潛在上漲的空間 那前一波衝高到180 壓回到153的最低點 那麼其實我們不斷強調說 在這景線的附近153到160附近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加碼點 那麼我們確實在153到160做一個大力的加碼 那一華也問我說160以下會不會再來 那眼前看起來機會應該不高 所以說你就掌握就是說一個關鍵就是說 如果說量不要超過兩百張三百張 其實如果說一百多張成要量 其實應該都是不錯的一個介入點 那我說比價補瑞還有三層上漲空間 為什麼因為第一個 他第四季的淡機不淡 手機的晶片原本第四季 在中國大陸那邊會稍微淡一點 但是行動電源的管理IC 控制IC在這一邊 目前賣得非常的火紅 所以說會支撐手機這一塊的晶片淡機不淡 那另外LED照明的驅動IC 第四季本來就是旺季 所以說手機本來該下去沒有下去 LED照明的部分又持續的上去 所以這整個第四季搞不好 不會比第三季來得更低 那再來就是說 11月15號要公佈 第三季的一個財報數字 那預計會賺大概四塊半 我說比普瑞的三塊錢來得更高 那目前昂寶是170元 普瑞是220元 所以兩者價差大概差了50塊錢 所以說如果說從這個價位來做計算 我說為什麼有三層上漲空間 如果說從170元追上普瑞的220元 其實你暗暗計算機大概剛好是三層的空間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就是說 鄭老師給大家的一個操板心法就是說 三次的三層獲利比一次賺一倍要簡單的相當多 所以你100萬的資金其實經過三次的一個操作 那我想已經給大家看很多次了嘛 一次變130 兩次變169 三次變219 所以你要一次賺一倍不容易 但是如果說每一次都可以跟這個 太極一樣賺個三四層的話 其實三次就有倍數獲利的一個機會 所以這邊我好像就說 那麼太極的資金測出來 我們並沒有閒著 我們開始把它佈局到最新的金民股 而且我認為都有上漲三層的潛力的股票 比如說F昂寶已經講了一段時間 比如說等等會談的也是F股的F聯德 我認為潛在有三層上漲空間 所以在這邊呢就是要帶大家就是說 非常有這個節奏的一波一波的 慢慢布局一些前瞻的產業 那做波段操作的規劃 那每一次如果說可以 擷取三層的一個上漲的空間的話 那麼就可以達成三 這個一倍的一個獲利目標 這個就是所謂的三三倍利計畫 我想對大家的操作會非常有幫助 有興趣的趕快跟上鄭老師的腳步 好還記得嗎 我們這個禮拜公佈的個金評股 今天有一檔創下了波段的新高 有跟上我們的腳步嗎 要趕快跟上了 先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到股市大人 這是一檔剪 試試看 我會拿去 十一粒床墊 太合金彈簧 創新上市 十一粒中年慶 買萬送簽 現實優惠中 股市不只是加權指數上上下下 匯率升扁到底代表什麼 產業賺不賺錢跟你我有什麼關係 互動式的財經平台 帶您深入探索每個資訊角落 全新改版內容升級 進行鎖定三粒財經台 1900財經新聞 這誰啊 朋友啊 這又是誰啊 這個咧 博愛 博愛有錯嗎 這種博愛有錯 但加勒夫的博愛就沒錯 慶祝法國加勒夫五十九年 現在博愛州 哪有任何會員卡 都成加勒夫會員家 加勒夫五十萬博愛捐 讓你一起隨手捐 吃糖 糖尿便不能吃太多糖 阿嬤 阿嬤 你 我是睡著啦 那你怎麼回家吃 一旦墨烧血液循環不良 就會產生問題 巡利寧含銀杏葉萃取物 可輔助改善墨烧血液流動速率 巡利寧低計 定計巡利寧 輸陪嚴選 想來參加新北市商圈嘉年華 消費抽大獎 與萬聖便庄派對碼 詳情請上網搜尋 新北市商圈嘉年華 歡迎回到股市達人 趕快來揭曉一下金蘋果 我們這個金蘋果總共有兩檔 一個是利端 另外一個是F聯德 今天真的好厲害 這兩檔我們才剛剛揭曉 沒有多久 今天大盤跌得亂七八糟 但是為什麼這兩檔 肩平股會往上漲 瑞總格 趕快解釋一下 因為人家之前沒有漲 所以現在是補漲 對 因為這個就是 符合我們第二個選股的條件 因為當大盤在漲 或者很多族群在漲的過程 它在打底 所以說到大盤衝到高點 上不去的過程 人家打完底部 剛做一個突破 所以慢慢慢慢 它就價值就被浮現 它又符合第一個條件 它的基本面可能相當的好 股價被市場所低估 那它的價值開始展現的過程 一而進去就整理過 那當然股價在那邊就相對強勢 利端盤衝最高55.3元 而且尾盤也是 中漲稍微壓下去 那導播可以驚嚇盤衝走勢圖 尾盤也是又拉上來 那相對大盤強勢相當多 為什麼 因為它之前沒有什麼漲到 我們從這一張 這個字卡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第一檔打底了兩個月的時間 是不是符合剛 我們說第二個條件 就是說第一檔打完底部 剛翻揚上來 九月份零說創了歷史的新高 那大概前5G 連5G的EPS都超過9毛錢 那今年大概算 它可以賺4塊3 那明年大概賺5塊錢 所以說從今年本益比來看的話 大概13倍左右 如果說從明年本益比來看的話 大概11倍左右 所以說本益比還是相當相當低 而且它是一個成長型的一個產業 因為它主要的產品來自於網路安全伺服器 又是網路 你非常注意就是說 網路這一塊相關帶出來的 像軟體的 像硬體的 像這個網路設備的 等等 這個儲存 這個雲端儲存的這一塊 幾乎所有子族群 子產業營收都在走高 甚至都創下歷史新高 因為這個散出來的一個 這個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以後我們有這個時間 慢慢慢慢再一個一個 抽食部檢跟大家做一個討論 所以跟網路有關的 網安伺服器的部分 包含防火牆 病毒的過濾網路的管理 跟頻寬的管理 在這邊 都是當下非常熱門的一個 這個產品 因為現在網路的傳輸量 真的非常大 為什麼叫海量資料 因為那個資料的流量 就跟大海一樣多 所以說那個流量 越來越大的過程 那個資料傳輸 需要硬體設備來做傳輸 而且需要相關的硬體設備 跟軟體來管理 來過濾病毒 來處理這個流量 來處理這個頻寬 所以那個商機是越來越大 所以趨勢是對的 股價也打底的 EBS是對的 營收也是對的 那麼在這邊 這個做了一個攻擊量 大量突破之後 那麼拉回自然 都是不錯的介入點 那我們認為就是說 本益比在這邊 慢慢調整到15、6倍 潛在也有一個 三成的上漲空間 這是在6245的一個力端 跟網路有關 那另外一檔更新布局的一個F連得 也是一個股價遭低估的一個精明股 那麼盤中也是最高來到61.4元的一個波段的一個新高 那中場股價還是一樣收在平盤之上相對的一個強勢 同樣的一個道理就是說 它在低檔整理了一個四個月的時間 整理的時間更久 整理時間更久 剛剛力端只整兩個月 它整理了四個月的時間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它產品是什麼 一個叫做網路伺服器的散熱模組 又跟網路有關 所以這一塊的業績都非常的好 另外一個是PS4的一個這個遊戲機的一個散熱模組 而是PS4目前已經正式經由上海的自貿區 正式打入中國的市場 在11月或者12月上市以後 這個部分它的銷售量應該有相當大的爆發力 所以這兩塊成長引擎造就它的營收 已經連續三個月的高度成長 連三個月創下歷史的新高 所以EPS三級跳從第一季0.8 降到第二季的0.68 目前法人預估的部分第三季最樂觀 這最樂觀大概兩塊半 最悲觀大概兩塊錢 所以你看到它跳升速度相當大 那要談這一檔股價未來潛在上漲空間 我們可以看一檔股票1589F永冠 那導播你可以上一下K線圖 今天股價最高來到97.5元 差一點創下這個百位數字的一個波段的新高 那它今年預估賺六塊錢 那同樣是F股 今天股價已經來到100元附近 那這一波的上漲大概是從60塊錢左右 這個一路的往上漲開始起漲 那現在的價位F連得同樣是F股 那麼現在價位大概是60塊錢 今年剛好把第三季第四季的獲利 大概都超過兩塊錢加進去 今年大概也是賺六塊錢 那一個已經從60漲到快100 那同樣是F股的部分 那現在它的股價只有60塊錢出頭 那打底的四個月那麼攻擊量都已經出現 當然在這邊我們認為它未來波段 如果說60漲到90是五成 那我們不要那麼多 我們先鎖定它三成的漲幅 所以我就說要一次賺一倍 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如果說你可以三次賺三成 那會比一次賺一倍來的簡單的多 因為三次的三成就等於是倍數的一個獲利 那這個是在波段操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手法 所以我就說在這邊賺老師一直強調 三三貝利計畫對你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因為我所選定的都是像雲端像海量資料 像太陽能這種前瞻性的產業 幫你做一個選股 那用這些股票跟各個就是說 同業裡面的各個股票裡面來做交叉比對 幫你做一個波段的規劃來大概抓住就是說 它大概潛在上漲空間大概多少 比如說F-Lander跟F-永冠來做一個比較 發現就是說人家可以漲五成 那它漲三成應該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做這種波段規劃的過程 如果說我們很有把握的 可以看到一個三成潛在上漲空間的話 其實經過三次的操作 你要達成倍利的獲利目標 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我想在這邊賺老師誠摯邀請大家 跟上我們的腳步 好所以今天瑞聰哥也說了 太陽能現在已經漲多了 千萬不要再追了 留一點給別人追沒有關係 不過在紅大鏈部分可以強斷嘛 剛剛提到的兩檔精品股 也提供給您來做個參考的布局 今天股息當然感謝您收看